火金谷是自然上台环境 是不是健全最重要的观察纪表 火断向元冠村第三务村 附近因为压家中年双双水不断 而且当地没输用抵操质 给各种的胸部自然来反抵 连火金谷也大量出现 现在就是台湾创营的反抵轨 公所是邀请乡亲利用自己的时间 全都欣赏 这一大片山拿 就是台湾创营最好的生长的所在 火断向中李陈寺 在去年带国外的朋友 参访附近的第三务村 晚上经过务村附近的时候 发现很多火金谷 让外国的朋友感觉很惊喜 后来透过来火金谷专家 跟社区自贡研究后友了 由社区自贡辅助后友的家伙 今年第一次开逢关上火金谷 我们今年第一次办赛营 这非常有特色 就是全国外衣 暑假赛营 我们知道一般的赛营 全国有200个赛营 在这里都是四月到五月 春季赛营 暑假可以赛营的只有没有 这是全国外衣 因为我们这里有 台湾有65种的萤火虫 我们这里有台湾的原生种 这台湾创营 它是四月它的发光期 是在七八月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天然的优势 这关于压生的 素量较不少 我们经过一年 人工布衣之后 今年素量超过青石 台湾英火虫 台湾创营 它是由于英火虫里面 比较巨无霸的 所以它的工都非常有工 这些就非常有工 所以比其他的黄原营跟黑刺营 亮度都比较亮 所以我们是搭照 就是今年第一年送营 希望说 提供我们台湾人 宿舍有一个送营的地点 火团养完东社区 博有的火金锅品项是台湾创营 八九月是到辈的时候 最适合来关上火金锅 因为现在当时还生好了 除了可以关上火金锅以外 也还可以到墓中很无量 都充满水果 餐厅吃米饰 三春都像有关上农产菜围 做一个生态的记录 在八月十三晚上 当时火车头和导书馆 火团养公司也准备 有免费关上火金锅的接驳专策 请向亲度加利用 新中华新闻白兵林 火团蔡宏保德